刚教大家捏了布偶蓝猫 德文免因 橘猫五毛 中华田园 你们要我捏仙罗 安排 说起这个仙罗猫啊 我还曾经差点拥有这么一只 我看好了一只小猫在猫舍 但是当我再去的时候呢 这只小猫已经被别人给买走了 我想它一定是去了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我特别喜欢仙罗猫这个体型 这个猫特别瘦长 身材很矫健那种感觉特别漂亮 仙罗还有一个外号叫做挖梅的 因为随着它年龄的增长 仙罗猫的脸啊会越来越黑 小爪子呢也会越来越黑 就好像每天在刨梅刨梅 刨了几年之后呢 这个小爪子和脸都洗不干净了 就是这个感觉特别的有意思 当然现在这个仙罗的品种也是越来越丰富了 很多的仙罗呢也是上了这个明毛的榜了 仙罗猫特别的聪明 而且呢就像小狗一样 可以溜跟人也非常的亲近 那智商高啊 是我对猫的一个比较喜欢的一个标准 互动起来比较好 比如可以互动的猫呢 它就可以一叫就来 或者呢 你那个给它的很多指令啊 它都可以来进行操作 像小狗一样 那个会坐会握手 还是挺有意思的 今天教大家捏的这只仙罗呢 就是挖完美以后的仙罗啊 黑黑的脸蛋 然后呢还有漂亮的蓝眼睛 深深的吸引着我们每一个 细貓异足 附近节就要到了 可来做一个温馨的黏兔板价 送给爸爸吧 第一声踢哲 第一次学步 哄我入眠时 你讲的故事 在我倒进是你高喊的名字 在你微笑中 第一次反哭 在你带领下 第一次远足 送我离家时 你应且定住 在我迷途时 你点亮了新竹 我亲爱的爸爸 最好了 齐老师 又有一个您的快递 又有啊 是不是你老把我快递一直给别人了 这回真不是我 这回 那上回就是你 你快拆开看看吧 这回是什么 要跟我看看 一戒指盒 谁送我一大钻戒 哇 空的 这是一位小粉丝的爸爸 他说呢 他女儿经常看我的视频 老何他说呀 这气老儿特别厉害 什么都能捏出来 于是呢 他就给我寄了这个戒指盒 让我帮他改造 他说呢 再过一周 就是他和他爱人 结婚十周年了 因为当年结婚的时候 也没啥钱 就没给妻子买戒指 虽然他的妻子呢 没有抱怨 但这事啊 在他心里一直放不下 最近呢 这位大哥用他攒了 好久的私房钱呀 给妻子买了个戒指 但是呢 对这个戒指盒啊 他不太满意 就想让我呢 把它改造成特别的样子 给孩子他妈一个惊喜 这私信啊 读了一半 吓了我一跳 我以为啊 是让我帮他捏大钻戒 不过呢 他这份用心还是挺感人的 他还说呀 他和妻子呢 开着一家蛋糕店 他这么一说呀 我都有主意了 我准备呢 把这个戒指盒呢 改成麦芬蛋糕的样子 让他呢 再把这个戒指藏在里面 改装完成以后呢 我再送他一张 星猫小助理的 深藏普路冰山卡 完美 好了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香气扑鼻 四种粘土饼干的捏法 新鲜出炉 快来跟我学起来 第一种 夹心饼干 夹心饼干呢 首先我们用这种 浅土黄色粘土呢 油成长方形 再用我们的万能棒呢 在它的侧面压上效果 同样的方法呢 我们要做两片 之后呢 再把中间的糖霜 或者是奶油的部分呢 做一下 最后我们用锥形工具 制作饼干表面的激励效果 再用色粉 对它进行一下上色 第二种 巧克力饼干 选择棕色为底色 我们把它用毛刷呢 稍微的压一下 再找一块深棕色的 已经干了的粘土 把它剪下了一些 就很有这种巧克力豆的感觉 再把它们安放在上面 随后呢 分别用深棕色和古黄色呢 对它进行上色 再用酱油 对它进行提色 这样呢 就很像这种巧克力饼干了 第三种 奶油曲奇 我们揉成长水滴形 然后再用万能棒呢 压出两到三个痕迹 之后把它卷曲 盘旋在一起 很有这种曲奇的感觉了 之后呢 我们会用毛刷呢 在上面按一下 有这种面粉的质感 之后呢 再用色粉 对它进行上色 就更像这种好吃的曲奇了 第四种 马卡龙 首先呢 我们把圆形 在手中按成笔的扁片 再用锥形工具的尖呢 在它的侧面的部分呢 做出这种激励效果 再用刀状工具呢 做出里面糖心的感觉 两边呢 都是这么做 再把它们合在一起 这个主要是注意 它们的大小比例 好吃的马卡龙就做好了 大家也可以试试其他的颜色 点赞关注我 我会为你分享更多黏肃小技巧